身体稍微往前压一点点 太多太多太多 左边的肩膀有点低 右边肩高了 然后你右边肩要下来一点点 画面中正忙碌的夫妻俩 是湖南凤凰远近文明的中外旅拍搭档 南方是凤凰土生土长的 90后苗族小伙廖文辉 女方是来自俄罗斯摩尔曼斯克的 鲁德姆·塔吉亚纳 2019年 在俄罗斯莫斯科留学的廖文辉 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摄影专业毕业的塔吉亚纳 从此相知相恋 交往中 廖文辉常向对方讲述 中国历史文化和凤凰古城的美景 让塔吉亚纳十分着迷 2020年 两人从莫斯科回到湖南 并在凤凰结婚安家 塔吉亚纳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认识廖文辉前 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 他曾去过欧洲 很喜欢瑞典、挪威等地的旧建筑 来到凤凰古城后 他对这里一见钟情 之前他在凤凰当导游 常帮游客在古城各处拍照 学成归来后 他关注到旅拍成为凤凰旅游新趋势 于是发挥自己熟悉古城的优势 与喜爱摄影的塔吉亚纳一拍即合 组成了默契的旅拍夫妻档 旅游旺季时 他们一天能接二十多单 通常是廖文辉掌镜拍摄 塔吉亚纳协助打光和指导客人摆动作 塔吉亚纳告诉记者 他对这项工作乐在其中 杨文辉说 之后他想回归老本行 打算结合自己的留学经历和旅拍经验 成为一名国际导游 为中俄两国游客提供更有创意的旅游方式 未来规划主要还是想做俄罗斯旅游这一块 走俄罗斯这一块还是比较传统的 想尝试性地做一些新颖的一些东西 把这边的旅拍文化 然后一起带过去 带着中国的年轻人 去体验一下抑郁风情 闲暇之余 塔吉亚纳喜欢穿上 中国传统服饰漫步古城中 并拍摄分享在短视频平台上 这让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 网友们的友善评论和真挚祝福 让他倍感温暖 至今我仍旧也喜欢旅游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